英国国防大臣本华来世在26号宣布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将于5月正式开启印太之行 甚至与十几个国家军演还会进入印度、新加坡、韩国和日本访问 英国航母编队几乎拿出了自己全部家底 还窃了美军驱逐舰和F35舰载机 真能实现威慑中国的目的吗? 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英国航空母舰编队马上在5月份要启程 然后到低中海和北约的部队搞演习 然后还要到亚太来 他这次宣称要访问40多个国家 要进行70多场演习 那我们看看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造好之后 一直没有进行这种远航的训练或者是军事行动 那这次是要远航的来一次亚太领区 同时要进行所谓7个月的海外部署 我们先看看英国航母编队出来 它的意图是什么 首先他说航母编队是要显示英国在进步 没有后退因为过去的时候英国是海上的霸主 后来有些衰落叫人家看不起 他现在说你看我这现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 是世界上第一艘双舰岛的航空母舰 搭载的是隐身的战机 这个作战性能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现在的海上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 因为航母编队它出去的时候绝对不是单打独斗 它周边还有驱逐舰 护卫舰 核潜艇来进行保护 当然这么大一个编队还需要综合补给舰 来补给淡水油料 还有弹药 它是这么一个编队 但是通过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这个编队里边并不单单是英国的装备 还有美国的一艘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 还有荷兰的一艘护卫舰 而且就在搭载的这些隐身战机里边 也不都是英国海军航空兵的617中队里边的这些隐身战机 因为不够 还得管美国海军陆战队去借一些飞机搭载在上面 所以我们看这里边是有拼凑的成分在里边的 这是我们应该观察到这个编队的 你七拼八凑嘛 再有就是这个编队里边 它的战力并不是很强 为什么讲不是很强呢 因为航母的这个战力呢 是要体现在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和直升机上 那你现在飞机首先自己是不够的 是要借飞机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一个编队 一定要有很好的防空反导能力 而英国它这次自己的海军 就英国皇家海军派的是什么呢 两艘四五型的导弹驱逐舰 还有两艘二三型的这种护卫舰 这两款舰呢应该说在英阿玛岛战争之后呢 建造的都有比较好的防空能力 当时的战力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现在不行了 时过境迁 无论是你的这个雷达 当然它是这个还不是相控战雷达 它是多普勒的这种雷达 那这个防空的导弹的射程 还有就是搭载的这个反舰的武器的数量 那跟美国的阿利波克级的导弹驱逐舰 那是没法相提并论的 所以它的这个战力有限 所以我认为就是基于它的这种能力有限 所以还要跟着美国的阿利波克级导弹驱逐舰 还有就是像荷兰的护卫舰来作为 就是整个编队的保镖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 再有一个就是它有意到亚太来 是为了搅局 因为它前面第一站 是要在这个低中海和北约的国家 包括加拿大 还有希腊 这些国家 就是进行相关的这种军事演习 我认为这次演习是针对俄罗斯的 然后就是通过苏伊士愈合之后 就要到印太来 当然在这个地方 它可能既要访问印度 还要访问新加坡 还要访问韩国 日本 当然它还会和澳大利亚 新西兰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进行这种所谓五国的联合演习 因为他们过去有一个五国的防务机制 已经50年了 所以它要庆祝一下 所以它这次要访问40多个国家 70多场演习 我认为它这里边有在亚太 给美国效力的意思 因为这里面有美国的借了美国的军舰 借了美国的飞机 所以它会到亚太地区给美国助助威 好像我英国现在还能够远海 还能够远洋 还能够参加大量的军事行动 一方面是体现英国的这种海上的军事力量 同时你跑到这个区域来 那显然是给美国来站台或者帮忙来了 所以它这个意图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我觉得它也是参演国各有企图 比如说日本早就在宣传 说是英国的航母来了 是为了我站台的 实际上英国要访问40多个国家 日本只是其中之一 而且人家跟你搞的演习 恐怕也不是非常重大的这种演习 所以日本对它的宣传是夸大其次的 作为这样来讲 英国这次它的远航的行动 到底能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力 或者是不是能达到它所说的 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 这都是要问号的 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